欢迎来到营养师爱挑食 我是婉婷营养师 台湾人真的很爱吃火锅 我们聚餐也会吃火锅 然后全联啊 你知道有一大牌全部都是火锅汤底 什么清汤的、昆布、麻辣、酸白菜 应有尽有 婉婷营养师这一次呢 就是挑选了6款的全联的火锅汤底 要来为大家开箱试吃来评比一下 我们要从就是热量、钠含量、油脂量、蛋白质 这四大面来健康评比一下 那当然最重要的呢 婉婷营养师也要帮大家来做试吃哪一种汤底最好吃 全联火锅汤底 开箱一、泰河店、麻辣锅 这一包呢就是有800公克 热量770大卡 就是等于一餐的热量 脂肪79公克 哇这个夸张了 你知道我们平均啊 一天的油脂量只有60公克 它等于是里头超过一天的油脂摄取量 那满满都是油 那它里头的钠含量是4577毫克 几乎就是你两天的盐份摄取量啦 那等于是钠的含量太高了 建议麻辣汤哦 就是不要喝汤 但因为汤底本身呢 热量高、油脂量高 想要减肥的朋友 真的没有那么的适合 不管是你煮蔬菜啊 或是煮肉的时候 它都会吸附了那个油脂啊 所以比较不适合减肥的朋友吃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汤的味道啊 来我来捞一吃 这个里头我们有加肉 把料放进去 这是辣椒 好那我现在先来喝汤看看 它不麻 有辣 但是这个尾端的味道 比较像豆瓣酱的味道 比较不像是这个麻辣汤的麻的味道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麻辣的那个麻的口感 好来我现在加了牛肉和猪肉 有辣我知道吗 好那我来吃一口 就是 咸咸的豆瓣酱味道 那我刚吃的是猪肉 我现在来吃牛肉 来看它有没有跟麻辣锅比较配哦 牛肉跟它非常配 所以它要搭牛肉 可是这一款啊 吃起来真的不太像麻辣锅 就是如果你想象中麻辣锅 应该是又麻又辣 因为我一直闻到豆瓣酱的味道 对 那它是豆瓣酱麻辣锅 它不是真的麻辣锅 好那因为热量和油脂也比较高 所以我整个综合评比 我就是给它 三颗星 全年火锅汤底 二 酸彩锅 这一包呢 800公克 热量 哇 52大卡 怎么少 怎么少啊 那吶含量就是 4476 跟刚才的 麻辣锅 一样的咸 但是热量 少超多的 想减肥的人就要选这一款 非常适合我们 那接下来呢 我撈一下它的汤 还有它的酸白菜要把它撈起来 它闻起来 好像没有很酸 然后它的酸白菜感觉好像跟我平常吃的酸白菜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平常吃酸白菜火锅 它都是切丝 有没有 可是它感觉非常的大片 那我们来喝一下它的汤 那我自己很喜欢吃很酸很酸的酸白菜 那这个真的不够酸 如果你喜欢不够酸 那它就很适合你 因为它吃起来的口感很温润 好 那酸白菜的重点呢 当然就是要来再来吃吃看它的酸白菜啦 好我吃一口 没有任何烤烤烤的声音 它的酸白菜非常的 非常的不脆 我煮很烂的酸白菜吗 就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高丽菜啊 大白菜我们煮烂烂的那种感觉 天哪我不吸引人 好那我们再给它个机会 我们把酸白菜加上肉片一起吃 你知道酸白菜因为有发酵以后 再加上那个肉的那个氨基酸 吃起来就真的很甜 很好吃 而且肉会感觉比较嫩 所以这一款呢 就是适合酸白菜加肉片一起吃啦 那这一锅呢 酸白菜肉片 热量真的非常的低 那那吶含量呢 也要记得喔 它还是比较咸 所以记得青菜加多一点 但是热量低 非常适合减重的朋友来吃 那记得吃的时候 一定要酸白菜加肉片 一起吃才会好吃 综合评比 我就给他 5颗星 全年火锅汤底三 全年老火汤 这个呢 就是我的厨师好朋友 这个锅主意 这一包重量呢 就是800公克 热量73.6卡 这个也算是 热量很低 那那吶含量是多少 6556毫克 这个吶含量是蛮惊人的 那我们先来喝喝看 他的汤的味道如何啊 博主意我告诉你 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就会对你 就是比较客气喔 好我们看一下里头 会有这个枸杞在这里头 好那我们先来喝汤 啊闻一下真的是有 鸡汤的浓郁的味道 喝起来是浓稠的 这个鸡汤的感觉呢 就像是熬煮了 24小时的鸡汤 好那我这里头呢有放了 猪肉和牛肉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肉 比较好吃喔 好那我先来吃猪肉 肉很嫩 香气十足 结论呢就是 这一锅呢 一定要搭配猪肉 因为猪肉的味道 比较没有那么浓 会跟着鸡汤的味道 加起来就是一个 鲜字 再来呢就是看一下 这个老火汤 这里头的 成分 相对是比较单纯的 添加物比较少 鸡汤也很浓郁 但是含量真的太高了 所以我的综合批评呢 就给他 4.5颗青喔 全面火锅汤底 4 5老锅 豆腐白汤锅 那这一包一样也是800公克 热量239大开 大概就等于是一碗饭不到的热量喔 蛋白质14公克 这个蛋白质算多的 等于两颗茶叶蛋的蛋白质 他蛋白质比较高应该可能是因为有豆腐的关系 脂肪15公克 含量呢 6098毫克 他写白汤耶 我以为他会很清爽 白汤感觉才就是比较清爽 对但证明就是他的盐分也是很高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 就是装个汤来闻闻看他的味道 我们有豆腐 这个豆腐才两块 这边有肉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肉千万不要误会 这是碗瓶营养师 自己买 肉夹进去的 不是汤里头有的 他的豆腐大概只有两块的豆腐 好那我们先来闻一下 这个味道我不知道他是鸡骨猪骨还是牛骨的味道 然后里头呢我觉得有点 就是 中药孜然粉的味道 好那好没关系 汤 汤头我说不清楚 就是 他到底是什么味 可是他是好喝的 好那我们先来吃猪肉 吃起来就是有淡淡的孜然香气 牛肉跟孜然的味道比较搭配 所以要选择的话就是牛肉比较适合 好 再来就是他自己里头 好重点就是他的 冻豆腐 冻豆腐好吃 哇他冻豆腐 吸满了他的那个汤汁 真的非常的浓郁 好吃 那他只有两块 那我就等于自己要 白豆腐腐回来煮吧 对没错 原来是汤底嘛 汤底嘛 对至少等下你家的冻豆腐也好吃 嘛 那这一款呢就是热量不高 蛋白质很高 不过因为纳含量也都是高 那吃起来呢就是我无法具体告诉你就是 他是什么味 你们吃完后告诉我 你们觉得他的那个味道是什么 但是是好吃的啦 那我就给他 4颗星 全年火锅汤底5 5老锅美人番茄锅汤底 好这一包呢800公克 热量 768大卡 番茄锅我以为他热量很低 我特别拿他想说太好了 事实错误 他真的768大卡 热量超高的 他的脂肪57公克 那我们刚才说过平均大概就是60公克 哇那脂肪量也不低 纳含量4038毫克 我们看一下他的成分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油脂量这么高 他里头有个油叫做芥花油 所以果然 看起来很清淡 实际上油脂含量高 那这个要减肥的人呢 要注意哦 不要以为他热量很低 我刚刚把他倒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我是买错吗 不是麻辣锅吗 真的 因为我刚才网上一看 这个吼我也还以为是麻辣锅的颜色 好那我们加一下 这个不管是猪肉牛肉 把它捞起来吃吃看 首先呢 当然要闻闻看他的味道 有没有番茄味 有番茄的香气 先喝一下他的汤底 我觉得啊 我来到意大利 就是可以感觉到怎么样 那个番茄浓缩在这个汤里头 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的番茄不像是番茄酱的味道 他比较像是那个天然新鲜的番茄 去熬煮出来的那个浓浓的番茄汤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分啊 他的番茄汤里头有番茄 番茄糊 番茄酱 番茄酱是有 但是他是 最少就是了 所以果然喝起来就是有 满满圆形 食物的感觉 那在接下来我们看 猪肉跟牛肉跟他搭配起来 如何 首先我们先来吃一下猪肉 吃起来好甜喔 哇那你看喔 他这里头还有高丽菜 还有红萝卜 还有番茄 就是你可以吃得到 蔬菜的感觉在里头 接下来我再吃下牛肉 结论呢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猪肉吃起来比牛肉更甜更好吃 那这个番茄锅真心觉得非常好吃 但是很讶异他的热量和油脂量 居然不输麻辣锅 所以我的综合批评给他 4颗星 全年火锅汤底6 莫载羊 川味鸭血羊肉容 好这一份呢 750公克热量 今天的冠军 920大咖 蛋白质呢 20公克 应该是因为他里头这个有鸭血还有羊肉 所以蛋白质含量是今天的也是 最高低名 那脂肪含量98公克 也是 低名 我很期待这一款 那含量呢居然3652是今天最少的哟 不咸意思就是不咸啦 那这一款油量很高但是比较不咸 减肥和胆固醇高的人呢就要特别注意你可能 就是不太适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料有什么 你知道今天小编你买的这个是不是今天最贵的 对今天最贵的266其他大概190-180左右 好但是呢他真的就是贵有贵的价值 为什么因为他的料 是我今天怎么样 捞起来最多的 就是羊肉和鸭血都算是料多实在 可是我刚刚把他倒出来煮的时候 我以为我在煮 我在泡一朵蛋牛肉面 为什么 味道很像 被你这样讲完了 是真的有点像 但是没关系 他料多 他料多实在 好那我们先来喝个汤 是不是一朵蛋 我们来吃羊肉 重点是羊肉 羊肉炉的重点是羊肉 羊肉很嫩 这个好羊肉嫩非常好吃 我刚才一架起来就碎掉 就对入口即化的感觉 好再来吃个鸭血 鸭血我最喜欢看它是弹不弹 味道香 而且又很嫩 所以这一款呢 就是虽然它是料糕 但我觉得值得买 因为有羊肉呢 还有这个鸭血的蛋白质丰富 另外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它的纳含量很低 所以综合评比呢 就给它4颗星 我们刚才分享的这6款 基本上都是 所以吃完以后负担很大 那到底怎么吃呢 可以来解救我们 所以晚凭一样时间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 高纳高油脂 这两招可以这样结 第一招是什么呢 就是高钾食物解高钠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我们吃了这么多 咸的 钠含量高之后就很容易口渴 你就会想要多喝水 那当然多喝水很好 但是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补充 钾离子高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钾离子进入体内以后 可以把钠离子怎么样 广快排掉 否则那钠离子在身体里头 就容易让你水走 那钾离子高有什么呢 比如说在你煮这个汤底的时候啊 高钾的蔬菜像是泼菜啊 线菜啊 青花菜 或是笋子 乳笋 还有芹菜 地瓜叶 牛棒 或者是童皓 空心菜 都非常的适合 第二个呢 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解高油 高胆固醇 今天我们这个六款里头啊 其实它里头有很多其实都有 猪油或牛油 油脂量高呢 就会容易让我们胆固醇也高 但是晚凭一样是告诉大家有一个很 很棒的营养素叫做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帮我们把这些不好的油脂啊代谢出去 水溶性膳食纤维呢 加进去以后还可以让我们饱足感比较强 同时呢 增加我们这个胆固醇的代谢 有什么例如像是 菇类各种像清真菇啊 杏鲍菇啊 或者是像海带或是瓜类 冬瓜丝瓜都是水溶性膳食纤维膏的蔬菜喔 那晚凭一样是呢 今天就分享这两招可以帮助你怎么样 解膏油还有解膏纳 那讲完这些呢 我自己最喜欢吃哪一个 我最喜欢就是吃这个 春野的老火汤 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 他老少咸宜 那我自己一喝下去就觉得那个 像是熬了24小时的鸡汤 自己在家里要有时间蹲真的很难 老少咸宜非常适合 那如果是鸳鸯锅我自己就会再选 这个 番茄锅 因为番茄锅他有浓浓的番茄味 而且就像是圆形番茄煮出来 好那你自己在家里你要去把那个番茄煮到就是很浓郁 不容易 那小便那要你你要选什么 我要选番茄锅跟一舵赞鸟肉炉 对那大家看完以后呢 你想要去买哪一个锅试试看 买完吃完以后 记得要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买了什么锅 而且你的感觉有没有跟我的一样呢 记得帮婉萍营养师按赞追踪还有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次见罗拜拜 拜拜 拜拜